欢迎回来 政府将从明年4月1号开始征收消费税 大马电脑及多媒体工业协会Picom指出 在消费税制度落实之后 电脑及资讯相关产品的售价预料将会有所上升 不过在消费税制度正式落实之前 相信软件开发商的业绩会有所提升 那是因为许多公司都必须敢在消费税制度生效之前 把他们的电脑软件系统升级或更换 以符合新税务制度的要求 大马电脑及多媒体工业协会星期五发布 2014年电脑及通讯行业就业市场展望报告 协会的研究委员会主席云大海表示 我国的电脑及资讯相关产品目前是零税率 但随着政府在明年4月开始征收消费税 相信这些产品的价格将会有一点上涨 至于消费税是否会影响电脑及通讯行业员工的薪水待遇 云大海说两者是没有关联的 根据该协会的研究 电脑及通讯领域员工 今年的薪资平均会增加8.7% 也就是从7152令吉调升到7776令吉 虽然高薪厚职 但是研究也显示 我国电脑及通讯科系的毕业生正在逐年减少 如果这个情况没有改善的话 将会影响第十大马计划下 我国要在明年达成拥有33%熟练员工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